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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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唐山过台湾事实上是台湾的先民 从大陆到台湾来的一个历史 一定船上都是有摆妈祖 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要把这个历史 来告诉我们现在的台湾同胞 妈祖祖庙 妈祖今生赴台荀安事宜 相关单位正在努力的推进 我们乐见顺利成行 我们的一个副会长有去刚好在用餐的时候邀请 那大陆想说要来台湾 因为你现在假如说十月份来太急了 上次的梅洲妈要来 我们筹备的快要半年 因为刚好台湾要省急 也不错巧 我希望能在明年找一个很好的时机过来 虽然说宗教交流我们不谈政治 不谈党派 但是他们挑选这个时间点 应该对政府来讲 或者是对民间来讲算是尴尬 我们拿到的讯息 他们这个名册照得比较简略 需要补件或者补充说明的地方 到底有没有官员 有没有不相干的人 因为过去有一些案例 不一定是属于这个活动的 他们也会掺杂进来 这个无可会言的 中共当然是关心台湾的选举 我觉得认知战这个部分很清楚 那个陈正明来拜访的这个事件里面 他认知到 或是他由妙语的协助 因此可以接触到基层的林里长 向他表达中国官方的偏好 跟林里长讲话不就是一种继续活动吗 对 他是来浮选的 最近我们的同仁也分别去拜访了 我们各个宗教团体 把中共操作利用宗教利用各种的这个名目 来操作他们的统战他们的分化 同仁有去跟他们做介绍 其实我是觉得大家可能想了比较多了一点 我是觉得说 不会说因为说这样过去的就被统战 这是会有可能的 我觉得是会有可能的 可是你接不接收是你自己的 我也是不太接受 因为他们对宗教方面的打压不是蛮严重的吗 就是不管是我们去中国参观还是说 他们希望宗教一家庭应该都是政治的目的 大于打着其他名义做宣传的 我跟着不同的庙有大概去过中国进乡几次 他不是直接告诉我要统战你 通常是正式的活动之外 然后有席之间互相谈到一些 接下来的合作可能性跟计划 透过商业做统战 然后积极的话可以再安排 就是在这个正式的进乡活动之外 再跟比如说政府相关的部门见见面 今年有一些新的趋势是很多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都还要跑到北京 去见国台办 见宋涛 2023年的2月 他就见了台湾妈祖联谊会访问团 郑明坤先生 那他期免台湾妈祖信仲 要扮演好促进两岸心灵契合的角色 那之后佛光山的这个星云大师过世之后 他的接班人后来也去了中国 那时候也就见了宋涛 那神也要人 人也要神 那我们希望不要把妈祖带入 是一个政治的这个东西 这一村叫做梅州马祖1987年 我们就破片之旅 到了参加千年祭 就请了这一村梅州马祖来 在台湾现在的马祖庙 算起来是大大小小间 1500多家 在台湾70%都有拜马祖 87年戴财政工成功的 到梅州进乡之后 中国政府逐渐的从地方到中央 慢慢的官方已经认知到 也就是他其实透过这个 可以跟台湾的民间基层的社会 能够联系得上 然后能够对上化 到了2016年以后就非常清楚 中国也把它纳入国家规划 就是这是我们很少见 就是民间信仰 事实上在文革时期它是封建迷信 在这个架构下面 2018年的时候 福建代表团就在第13届的 全国人大会里面提交了 如何关于更好的发挥 马祖文化在建设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实践祖国统一大业中的 重要作用建议 国家的政策已经很清楚的 指认出来 这样的民间信仰 地方文化 它可以成为党国的工具 那可以在一带一路中间 发挥这种外交作用 文化外交作用 对外的联系作用 那另一方面在台湾这个部分 他们也希望能够达到促进 统一然后抵制台独的这样的作用 那所以他们后来发展出一种模式 其实是协会的模式 做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 做的事情 就是大家要交流找他最快 第二个就是他可以吸纳 收编台湾的这种 具有代表性的妈祖庙 然后让他成为团体会员 让他们的头人成为副会长 那第三个还有部分 其实他们做的很多工作 其实是论述生产 用文化改造 拍片啦 做歌曲啦 比较经典的一个例子 其实是妈祖有一首歌 妈祖宋为什么这么有名呢 因为她是彭丽媛女士唱的 彭丽媛是谁啊 是习近平的夫人 军中的声乐家 其中那值爱 情浮相依的两爱 心中啊 牵着你 再悦爱也要回来 今年的他们邀请我们 去参加这个活动 正好铺天学院有一个 馬祖文化研究院 他們要請我們要提幾篇論文 每一位同學都我們讓他寫 隨便他寫什麼題目 可是很明顯 你感覺到中國大陸的文章什麼 應該都是經過挑選 是會強調兩岸什麼 同源什麼歷史相連 好像比較多的 會朝向這一方面的一個脈絡 在大陸要蓋寺廟是不可以的 你要無中生有是沒辦法的 我們就想說要蓋媽祖廟 那麼跟政府談 所以他們就用恢復重建會聚室的名義 讓我們蓋會聚天后宮 讓台商在昆山有家的感覺 因為規劃用地或者是蓋 或甚至是說現在的日常的運營 沒有他們支持 我們是做不來的 他們的確意識形態上 似乎還是無神論 但是對宗教的治理非常的務實 就是他必須是福音在黨的領導下 所以並不是媽祖信仰全部都被國家所許可 也有很多的小型的廟宇 所以我們在做庭演的時候都發現 他們還是會被國家 被地方政府用各種名義把它拆掉 我也希望說大陸的這一些領導 應該要有充分的智慧 先有善意 也不要常常攻擊來台灣 希望兩個都可以冷靜地坐下來 其實在這幾年 台海兩岸的情勢緊張 對民間交友有造成一定的影響 台灣社會還有任何一個 就是宮廟的投仁 其實要有一定的中國因素的意識 你看現在看到其他的很多國家 都一直走路戰爭 只要走路戰爭是慘不忍的 那我們有媽祖當我們的和平女神 希望兩岸會更好 首要就是要後來 各位 私是在家裡的 我們在家裡的 有 who 我們也在家裡